一名女骑士沿着高雄岡山开原街骑车 来到寿天路口时 突然有一名骑机车的阿伯迎面而来 两部机车对撞双双倒地 两名骑士都受伤 事后女骑士的先生认为是围停货车 遮蔽视线才会酿货 抱怨警方处理车祸态度不够积极 错放了车祸路口的这台围停货车 重回车祸现场 镜头直击有一辆货车 同样是围停 还倒车往开原街的方向 围停装卸货在这里是日常 路口还有不少人摆摊 过去就经常发生车祸 还原车祸发生过程 骑机车阿伯从寿天路顺向骑过来往开原街 女骑士则是从开原街骑出来 两人就在路口对撞 那灶泽跟围停货车有关吗 现场有不临时围停车辆 因为行驶状态且未与双方发生碰撞 不过程肇事逃逸最嫌要件 仅于本企事故具有一定因果关系 警方已当日是八十许 通知报案说明 警方解释围停的货车与车祸发生的确有因果关系 围停部分将置单开罚 可储300元到600元的罚环 不过女骑士来到开原街路口 在停等线前并没有停等 恐怕也违反了不一规定停让 可开罚600到1800元的罚环 东森新闻红宝青 在高雄的采访报道